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大的 那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说 上万点之后 你到底买了哪些股票可以赚钱 那同样都是买到一档股票 可能有一些股票 在上万点之后 赚钱的速度会比较慢 那当然有一些股票 它在站上万点之后 就算这个万点行情站上之后 这个它的手中的股票可能 还会再有机会大涨五成一倍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的 去帮投资人找到了 这些所谓的股票 但是在找盘里面我们必须要讲 每天的盘式 这个盘式利用开盘八法 这开盘八法 就能够帮助各位在每一天的盘式里面 能够准确的 先行的去做出一个推演 今天的盘式怎么走 那今天的盘式它走的是什么 一高压力 昨天走的盘式是所谓的一滴承接 一滴承接盘在多方式 本来就是要站在买方的 本来就是要站在买方的 那一高压力盘目前为止是属于高档震盪 它是收所谓的十字 那这个地方我希望它拉回 我希望它拉回 但是好像拉回的机会不大 那我们不会去做追价的动作 我们一样会去找寻在低档区 会大涨的股票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滑榜店 在找盘的时间点你还是有机会买 那这个股价在之前的走势里面 它是先创新高 那这一波里面拉回修正 它都是属于个量缩的 所以说这个台股快要上万点了 这种所谓的集团股大型股滑榜店 它就率先了去做出个起涨 就算之前我们看到的鸿海集团的 这种股票叫迅鑫 很多人是买在这一天 买在这一天 因为这一天有利多 出现了所谓的长的上影线 留下所谓实体的黑K 这一天是属于个爆量的 爆量接近7000张 但是从这一天开始算 拉回修正目前为止 迅新这张股票 又出现所谓的补量上攻了 又出现所谓的补量上攻了 很多的股票 我再举一档股票 8069元太也是一样 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 之前股价走势一样 有看到所谓的巨量 长的上影线 看到所谓的实体的黑K棒 这个地方就是拉回修正 所以说你从这一根单根K棒里面 你可以验证到一秒是跟你讲的 单根K棒的一个看法 它能够怎么样 预测 未来 这个所谓的股票的一个走势 两根K棒 你可以抓到一个关键性的转折 三根K棒 你可以判断 这个股票的趋势 那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讲过 小型股的部分 各股表现 包含营收成长 极其低的 我们举了这档股票 它叫易威 易威这档股票 我们为什么会举这档股票 当作例子 那易明老师必须要跟你讲 很多股票 它在近期以来的涨跌幅 它是属于一个不一致的 那在低档区的这档股票 它的涨跌幅是比较怎么样 比较井南有序的嘛 所以说我们要去找这种股票的话 它比较好操作 它比较好操作 第一个股本小 第二个基期低 第三个筹码面 非常的稳定 好那我们看到易威 在3月15号嘛 拉到所谓的涨停板 这个地方都买得到了 那隔天啊 它也是一样嘛 来 15号涨停板 16号涨停板 好两天 连续的涨停板 17号 来 再创波段新高 那像这种股票就是各位的首选嘛 因为啊 一天上涨10% 第二天上涨10% 第三天 创新高 三天大涨的接近25% 好 这种股票短线上面操作 跟所谓的布局波段单的话 我认为啊 好 胜算啊 非常大 好那我们昨天跟各位讲到这档股票 来 它在我们讲义里面 这种走法叫一心二氧 一心二氧 那我们讲义里面的话 一定有帮各位 详细的来做出个解说 所谓的一心 就是指两根红K棒中间 它出现所谓的十字变盘线 当第一根红K棒出现的同时啊 第二天的走势 它是属于一个延迟的 延迟的一个所谓的变盘转折里面 包含短实体的K棒 包含十字K线 包含呢 所谓的小的 所谓的纺锤线 这个就是所谓的星位 那一心二氧的话 本身它这个形态上面 就属于一个上升轨道 上升轨道 比较有机会出现所谓的一心二氧 在我们讲义教材里面 你可以翻到第12页 翻到第57页 这个地方都有详细的解说了 我在节目里面 把一心二氧在昨天啊 讲解得非常清楚啦 你如果说自己有讲义教材的话 你打开讲义到第12页 包含第57页的话 我相信这个DVD 讲义教材里面都解 都解得非常清楚啦 那基本面你要看这边嘛 第二季啊 接单是畅旺的 这个没有问题 那你说第三季有机会转亏为盈 我相信很多的一些股票 它在炒作的时候 它都有这个题材啦 叫亏转盈 等它炒作结束以后 哇 你就看不到亏转盈了嘛 我相信财报的部分 你要详细的 看到他们公司的财报 认真的去做一点功课 去辨别嘛 到底有没有机会 但是股价的部分啊 它是先行反应的 这是它的产品别嘛 好 我说过了股价 如果说它具有连续性 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是大涨 不见得要涨停板啦 不见得要涨停板 今天如果是大涨的 比如说3月22号嘛 是大涨的 那最好今天怎么样 也是大涨的 这样子投资人操作起来 比较怎么样 比较容易赚得到钱啦 那我们今天这档股票 我们要不要跟各位验证一下 要不要跟各位验证一下 其实我跟你验证的是 我们的形态 叫做一心二氧啦 不是跟你讲说 哇 这档股票很飙 你先不要看到这个股价大涨 你先看到这个一心二氧的讯号 这个讯号对投资朋友们来讲 才是重点当中的重点 你要了解嘛 我们讲义跟DVD里面讲的跟你讲的是什么 一心二氧 麻烦你把一心二氧打开到第12月57月 把它详详细细的看清楚啦 把它看清楚啦 我认为对你的操作是比较有帮助啦 那有人他不看一心二氧 他看什么 老师阿 你就直接跟我讲答案啦 到底是有去还是没去啦 我相信你学一鸣老师的季度分析啊 一鸣老师没有让你白学 来 来 看到了齁 你有没有看清楚啊 这是3月22号 昨天啦 来 这是今天啦 我要你学的是一心二氧啦 我不是跟你讲说这个股价会不会涨啊 你要先行判断一心二氧嘛 你才能够说知道这个股价会不会涨嘛 其实很多人都本末倒置了 都本末倒置了齁 他们只看到股价的涨跌 但是一鸣老师必须要提醒你啊 你如果看不懂季度现行里面跟你讲的这些讯号 你说你要达到这种 昨天跟今天 连续两根掌停板的一个境界啊 我相信这个困难度啊非常大 困难度非常大 再举一档股票 来 来 G.I.S. 很多人啊操作这档股票 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老师我跟你讲喔 我第一档去啊我看不懂 所以我不敢买 我等到涨上来的时候我去买了 结果呢我可能是买在一百块钱附近 可是我跟你讲喔 我大概卖在一百二 一百块钱买嘛 卖在一百二真厉害啊 打电话进来 老师 他为什么会涨到一百五 他一百二卖掉了嘛 他问一米老师老师 为什么会涨到一百五 这股价看讯号 我一直跟投资本人讲 看讯号 看什么讯号 看我们关键K棒 39种计法里面 都解说得非常详细 GIS今天创新高 我有事先讲喔 我们没有跟你马后炮 不是涨上来才跟你讲 不是涨上来才跟你讲 创波段新高 三线翻红 外资投信占买方 这个涨停板怎么拿 怎么拿 随随便便就拿得到吗 还是有人跟你讲说 我有一条线 我有一条看不到的线 我有什么线 我有什么线 这条线能够预测说 GIS会涨停吗 不会啦 技术分析里面 投资理财有两条路 非常好走的两条路 一条叫基本分析 三大报表看清楚 股票的价值看清楚 位阶看清楚 看久了你自然就有心得了 那另外一条 所谓的康庄大道就是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可以跟你讲 这个股价到底是强的还是弱的 它到底是属于一个整理形态 还是属于一个多方形态 由多方转空方 到底产生哪些讯号 那你要学什么 学K线 学关键性的K线 学我们关键性的 这个所谓的39种技法 你自然而来的 能够充容的去看待 任何股票的涨或跌 都在你眼皮下面 都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说你看得懂GIS 你看有的啦 这样股票你一定赚得到 但是我先讲 分析师的操作 一定要拙移什么 简讯单 如果说任何的操作 它是没有简讯的 只靠一张嘴皮子那边耍的 我相信你可能有参加过 那个什么线的 也有参加过每天涨停板的 那老师要恭喜你啦 他如果说每天都涨停板 我跟你讲喔 他不会坐在这边啦 他应该回家嘛 回家自己操盘嘛 对不对 反正一打开 哇就是涨停板嘛 哇 对不对 那赚很多钱啊 我们大家要恭喜他嘛 好 操作没有这种事啦 没有每天涨停板的 也没有什么线的啦 好 來 GIS 你不要说 老师操作没有证据喔 我们的简讯单付给你的 我们的简讯单是公开操作的 绝对是付给你的啦 但是喔 会员的权益啊 有时候我们要保护一下 所以后面的简讯啊 我们真的有时候 没有办法公开啊 我们就不会再公开了 那基督分析里面 你要学什么 你要学什么 来注意了喔 我讲注意这两个字的话 你就要开始留意了 基督分析里面跟你讲啊 来 每天的盘式 你要了解嘛 老师啊 每天到底盘式里面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来 就这个所谓的八法十二式 好 量价结构 好 重点 三点低跟三点高 我也帮你列出来了 好 所有的讲义教材 你放心 老师都详详细细的 在DVD里面帮你做出个注解的 好 这个关键性的K棒 39种技法 多方 你现在只要看多方 你千万不要去看空方嘛 因为现在是多方走势嘛 所以说你要看39种技法里面的多方走势 好 那投资朋友们有没有兴趣 好 我相信你之前可能学过很多的技术分析 学过很多的理论 你到最后你只会发现一件事情 老师我跟你讲 这些东西好像都没有实战性 老师这些东西啊 理论跟实际差别性很大 解释各异化 对 这个答案是对的 但是义民老师所交给你的开盘方法 今天开出来的盘是 一高压力盘 来 你打开来看一下 一高压力盘 老师这本讲义里面跟你讲了什么 你打开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今天会怎么走 明天会怎么走 非常清楚哦 来 老师为什么要多了一本讲义 这本讲义啊 是今年新改版的 神奇异昂K线是106年 我近期完成的 这两本讲义加起来 300页 老师啊 300页很厚 不会啦 里面都是精华啦 没有讲什么废话啦 我先讲 这个讲义拿回家 讲义拿回家 你要好好的 在家要每天练习 每天看哦 我们这个开盘方法 我们不会送给人家 我先讲哦 你不要打电话进来要哦 没有哦 我们没有送哦 我们没有送给你哦 我们是会员所专属的 我先讲哦 包含所谓的神奇阴昂K线 不是说你打电话进来 老师会送给你哦 没有哦 昨天打电话进来很多嘛 老师啊 你在那边送一下 有价值的东西 不会白白的送给你啦 我讲真的啦 对吧 真的有价值的东西嘛 我们这好的东西不是 不是那种路边摊的东西啦 我们不会送给你啦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的 你也不用打电话进来说 老师你在那边送给我 我们没有送 我先讲我们没有送 但是我们今天会开放一个 好 让大家非常满意的啦 好 这样可以了吧 可以啦 来 好 我先讲哦 你看 如果说你想体验一下没有关系啦 这个短天期让你体验 1加2 好 我们的开盘法法 加上关键性K线 讲义加上DVD5片 好 欢迎各位 立即的来拨打我们的短天期 体验一下 好 短天期体验一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地震了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在股市安身立命的所在 10月9号今天 神奇阴阳K线 掐开盘法法 隆重推出 运达头部 严老师 独创标谷技术班 教您用神奇阴阳线 和开盘法 精准介入买卖点 和转折方向 立刻预约您的致富人生 0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 严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私密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给予工头 积极范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呼吸大台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组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电脑的股质谷出现 零二 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税icos 游轶 欢迎准时 回到节目现场 上翻场 老师在节目陌边 跟各位讲过的 我们的开盘八法包含关键性K线 这两本讲义的话 包含这个DVD的部分的话 我们当然有准备30个名额 但是这是属于我们会员所专属的 只要是我们的会员的话 我们都会把讲义教材准备好 都有在一年四季开水的技术班 最主要的是要交给各位 你如何来判断趋势 每天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判断 一定要利用我们开盘八法 利用我们开盘八法里面的量价结构 八法十二世 包含一高压力盘 今天开出来盘就是一高压力盘 一高压力盘该怎么看该怎么走 这边有四种走势 我们都会详详细细的 来帮各位来做出个解答 像前几天的话开出来两点高 两点高持续上涨 出现了所谓的波段的一个走势 三点高盘 三点高盘在低档区出现三高盘 三高转折盘 后面你看到趋势成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 有时候你在股票市场里面操作 你自己本身啊 你一定要有所本 一定要有所本 不要试试去靠人家 这个就是你所依靠的 你如果说要有个很强的肩膀 让你来靠 那我们的开盘八法就是一个很强的肩膀 我希望你能够靠着它 当然八法里面的话 就是包含所谓的三点低跟三点高 这所谓的三点低跟三点高 有两种走势方法 你看一下讲义跟DVD的会比较清楚 那之前帮各位上了课 包含开盘八法里面的初阶中阶高阶 我为什么说会把它分为初阶中阶跟所谓的高阶 最主要的初阶中阶高阶 他把层次先分清楚 初阶你应该学什么 中阶你应该学什么 高阶你应该学到什么东西 把你们程度先分好 一步一步的来做出个进阶 但是我不是分次来授课 我在DVD里面 我是一次的交给你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面 我相信没有讲到任何一句 这个不好的 甚至说浪费时间的 没有 我们就杂杂实实的把你应该想懂的 想了解的 我们绝对会告诉你 绝对想告诉你 那日本的一个正中K线里面 非常重要 因为所有的技术分析 都是从所谓的K线演化而来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K线的一个重要 不然你学K线干嘛 你随便回家买个指标嘛 对不对 你看得懂 指标做多 你可能就做多嘛 但是你跟着指标真的能够赚钱吗 你自己有指标 你有电脑 有看板 软体 你真的能够赚到钱吗 那既然你能够赚到钱 那真的啦 每个人都是投资大师的啦 每个人都不用去学东西了啦 家里面只要有一台电脑嘛 对不对 我打开电脑我就赚钱啦 就像有人跟你讲嘛 我的股票 每天掌停板 你赚钱的力量 我有什么线 用手比嘛 对不对 用手比啊 比来比去嘛 真的有线就回家吃自己了啦 一鸣老师跟你讲的是真功夫啊 来 关键性K棒39种技法 你要学的就是这个东西啊 杂杂实实的啊 硬功夫啊 不是去学一些 很奇奇怪怪的 然后输了钱以后回来说啊 我被骗 其实是你自己啊 骗自己啦 自己骗自己你知道吗 哇 这个每天有掌停板 人家说有什么线 对不对 然后就去了嘛 就跟那个八百壮士一样啊 一去啊 不复返 来 有没有事先讲讯心 有啦 为什么会跟你讲讯心 你有没有想过 老师为什么会跟你讲到 这档股票 啊 你有没有想过啦 我为什么会跟你讲到 这档股票 因为我想要让你判别 第一档区啊 这边有没有讯号嘛 来 导播拉近 这个地方讯号你要注意 都出现所谓的三根红K棒 我就举这档股票当作例子嘛 那一般投资人 他会问老师老师 第一档区出现长红K棒 对不对 到底哪一个讯号是真的 来 这边就有三根 一根 两根 三根 那 变成别的方法老师有跟你讲 不是说你学了一种技术分析 你就能够判别 绝对不是哦 技术分析的领域非常高 你要认真的每一天啊 花一点时间来吸收你的薪资啊 旧派的一些技术分析啊 我认为目前为止市场都淘汰掉 因为他们都没有把量价结构放在里面 包含所谓的攻击量停损量 包含所谓的小量过大量 这些所谓的量人的观念啊 这些所谓的旧派的技术分析里面指标里面啊 他都不会讲得很详细啦 但是一鸣老师的关键K棒 包含我们的讲义啊教材里面 一定有详细的介绍 详细的介绍你能够通测的了解 你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为什么是关键性的买点 为什么不买在这边 为什么不买在这边 为什么会跟你讲说 你应该在这个地方机会比较大 因为从形态 从量能 你可以得到一个辨别吗 同样都是三线翻红 同样都是三线翻红 老师一样出现一新二洋 上升轨道出现一新二洋 你在节目内常常听到一鸣老师跟你讲 上升轨道出现一新二洋 股价是属于多方走势 有没有涨 股价竟然是属于多方走势了 有没有持续涨 有 上涨红黑红也是一样 它是属于一个行进一间的一个上升轨道里面 有没有持续再大涨 当然有嘛 那股价创新高你说你赚不到钱 不要骗人啦 一档股价从低档去开始跟你讲 除非你用追的啦 我先讲买卖一定要有证据喔 来 公开操作 我决定就是公开操作 付简讯说明 普通会员的 来 第二通简讯 来 一樣 公开操作 那目前为止这个股价整理的形态 你要注意一下 来 整理的形态结束了没有 如果说这根K棒你能够判别 你应该不会被套牢嘛 如果这个K棒形态整理结束之后 你看得懂的 量价结构看得懂的 我认为你应该 应该有所动作的 就像这档股票嘛 来 例清 我当时候在低档区跟你讲的一星二氧 在这个地方 量的部分是属于量缩的 一星二氧 来 后面有没有跟你证明 我们关键性K棒跟你讲的 一星二氧在低档区啊 量的部分开始补量 有没有机会上工 有没有机会涨五成 有没有机会涨一倍 我都是事先讲啦 我没有马后炮 来 一星二氧 有没有 想不想学 看你自己啦 看你自己 我们绝对都是理论跟实际是结合的 绝对都是结合的啦 没有说理论是理论啦 实际是实际啦 关键性K棒里面 讲义跟教材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一星二氧 你打开到第十二页 你打开到第五十七页 包含所谓的京居 在内 潜伏体成型 三线翻红 到所谓的一星二氧 一样是一星二氧 你看后面股价 有没有大涨五成 有没有大涨一倍 我相信啦 这个骗不了人啦 这个骗不了人 你每天在看电视啊 你甚至你有我的简讯嘛 我相信我的简讯不会去造假 我们每一通简讯啊 都杂杂实实的 有买就跟你讲有买 没有买绝对不会 拿出来跟你讲说 我们大赚 不会 今天要做一个动作 我先讲 你想要我们这份资料的 当然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非常欢迎 我们非常欢迎 但是我们有专人电话通知 要发动的时候 我们才会通知你啦 希望你买低一点 你不要去追啦 很多人啊 这股票买的时候 他去追 追的话利润就少 最好低档去布局啦 讲义教材今天会开放前面三十位 前面三十位 两本讲义 五片DVD 要办好手续 办好手续以后 短天期体验一加二 开盘八法加关键性K线 三十九种技法 讲义DVD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把手续办好 我们明天见 本服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胜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在股市安身立命的所在 10月9号今天 神奇阴阳K线 掐开盘八法 隆重推出 运达投资人应独立刀 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人应独立刀 变达投资人应独立刀 变达投资人应独立刀 参长七本命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问给五公谋 积极贷款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深入大台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运达投资人应独立刀 智谱交线 0227810909 27810909